美中贸易战气氛转向缓和 川普28号表示 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间 可能会比预定的来得早 而美国贸易代表署也发布声明 考虑将价值34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延长为12个月 根据法广 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 上周五进行了电话会议之后 陆续放出好消息 美方表示 接近达成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方面也说谈判顺利 同时表示愿意解除 对美国情类的进口限制 事实上 美国总统川普曾提到 希望与习近平在APEC峰会上 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不过他周一在前往芝加哥访问前 告诉媒体 签署有可能提前 但川普并没有说明确切时间 另一方面根据中央社 美国贸易代表署正在研拟 是否延长对部分 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豁免 美国去年7月启动301条款 针对340亿美元 将近1000项中国商品 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后来在12月 给予为期一年的豁免权 如今期限将在12月28日到期 美国贸易代表署发新闻稿表示 将于11月1日启动长达一个月的程序 征求公众意见 决定要不要延长 若能再次获得展延期限最长一年 贸易力多的来袭也让美股上扬 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中共四中全会29日揭开序幕 面对内外交迫的经济压力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以推动其负债累累的经济向前发展 但外媒认为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来说 能不能牢牢抓紧权力 远远比改革中国经济来得重要 美国之音报导 部分经济专家认为 四中全会可能会为市场化改革提供新动力 但即使中共执政当局愿意开展一些经济改革 预计也不会动摇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绝对集中控制 在这次中共中央最高决策会议召开之际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到近30年来的最低点 国内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上升 地方政府债务陷入困局 这都威胁到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利用这次会议 传递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信号 以及中国经济是否会延续政府主导的模式 还是会成长为一个更开放的经济体 允许私人和外资企业蓬勃发展 对此智库别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国际贸易政策专家哈佛鲍尔认为 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目标 中国迫切需要开展经济改革 特别是增速低于6%目标的可能性 中国领导人可能意识到国企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是时候给私营经济更多发展空间了 不过经济学人智库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任涛认为 尽管外界期待本次全会能提供更清晰的2020年经济展望 但不应该期望太高 因为照目前的态势来看 四中全会可能也给不了明年中国经济展望更好的期望 自由财经更引述蓬勃报道 对习近平而言能不能牢牢抓紧权力 远比改革中国经济来得重要 香港反送中风波至今已持续4个月 当局撤回修例不但无法平息民怨 后续祭出禁盟面法 更是让几名冲突再次升级 日前金融时报报道 北京有意撤换林郑月娥该任临时特首 还传出继任人选可能是前金管局行政总裁陈德林 以及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至于时间点可能会是在明年3月 但中共官方矢口否认 外交部更是在例行记者会上指 相关报道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 根据今日新闻林郑本人今天与中央口径一致回批 说这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报道指林郑月娥在今天的行政会议前 记者会重申 北京政府一直都支持她作为行政长官 也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理示威相关暴力事件 这个立场自4个月前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 她本人对揣测性的报道也不会多做评论 根据香港苹果日报 对于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日前透露 林郑月娥参与十多人包含勇武派 进行四小时深度对话 但林郑今天否认 强调从未与勇武人士进行深度对话 林郑强调香港警队会继续严正执法 追究暴徒的违法行为 并提到香港警员每天超时工作 长时间受压 除了要站在前线抗暴 还要担心家人被起底 特区政府绝对会继续支持警方指报 她特别提及上个周日和昨晚暴徒 又随便找到一个借口就做出极端暴力行为 她敦促香港社会各界 不要再为暴徒提供合理法或借口 去做出一些极端破坏行为 记者会席间林郑被问及 陈同佳何时会赴台投案 她表示陈同佳出狱后已属自由人 并没有掌握陈同佳何时会离港的消息 又指这并非政治操作事件 港府也不想高调处理 今日新闻另一篇报道引述分析指出 香港示威者的目标相当明确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基本上就是要一个系统的重建 对许多示威者来说 换不换掉林郑月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一任行政长官奉行的政策与态度 如果港府继续不愿聆听示威者的诉求 示威者还是不会放弃战斗 港府后续该如何接招 将会继续是港府与北京头痛的问题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今早发布新闻稿 表示区议会选举的选举主任 已就所有候选人的提名做出决定 并提及有一名候选人被决定为提名无效 随后香港众志立刻证实 秘书长黄之锋今早10点45分 收到选举主任蔡亮通知参选提名无效 香港区议会选举即将在11月24日举行 以报名参选南区海一溪的黄之锋 一直未获确认提名 今天终于还是收到了提名无效的通知书 港媒报导港府的新闻稿称 民主自觉或支持香港独立 作为自觉前途的选项来处理香港体制等 均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基本法下的限制及法律地位 亦与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 政府又指拥护基本法 是区议会议员的基本法律责任 鼓吹或推动民主自觉 或以任何形式提议独立的人士 不可能拥护基本法 因此不可能履行区议会议员的职责 对此黄之锋在脸书发文表示 强烈谴责政府进行政治筛选和审查 剥夺个人的政治权利 并反映出选举主任沦为思想警察 根据法广 此前就有媒体报导指出 黄之锋被港府DQ的几率高达九成 该报导引述建制派的消息指 黄之锋将是香港去议会选举被DQ参选资格的第一人 是香港选举时的第一次 并指黄之锋的命运其实早有定夺 至于DQ的原因 消息人士指黄之锋触碰自觉这条红线将成其致命伤 尽管黄之锋不止一次否认自己寻求香港独立 但消息人士指选举主任是否接受他的解释才是问题的关键 此前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已不断加油添醋落井下石 甚至嘲讽黄之锋是公认的港独分子 还将他冠上港独头目的称号 形容他在台湾成了台独政党民进党的座上宾 证明台独和港独再次合流 根据信报选举主任蔡亮在决定通知书上解释 黄之锋2016年起一直任香港众志秘书长 也是该政团创立成员之一 而香港众志以民主自觉为最高纲领 他并指香港众志的立场一直都认为香港独立 是香港人自觉前途的选项 黄之锋继任香港众志要职立场亦是如此 令人质疑黄是否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香港特区拥有的主权 以及他是否认为独立及公投是香港的选项 又指黄之锋在首两轮回复选举主任时 没有就提问做直接回答 在第三次回复选举主任时尝试误导读者 令人以为香港众志及他本人已摒弃有关主张 而其实并没有 港媒报导指黄之锋在9月28日宣布参选南区海宜西选区 10月4日报名由南区选举主任马周佩芬处理他的参选资格 黄之锋递交提名后多次收到选举主任信件 要求他阐述政治立场 10月24日港府宣布马周佩芬应并休假 由游监望选举主任蔡亮兼任南区选举主任 香港屯门昨天下午遭到不明刺激性气体袭击 导致多名居民身体不适 后来网络流传的说法是疑似港警 在大兴行动基地测试催泪气体 虽然警方否认但不少民众仍感到不满 晚上数百人到基地外抗议 并有示威者堵路及破坏商店 镇报警察连发多枚催泪弹驱散 又制服多人直到今天清晨冲突才结束 综合中央社与苹果日报 香港屯门区两景郡一带 昨天下午三点多传出症症刺鼻气味 当时正值放学期间 多位居民出现泪流不停咳嗽等症状 甚至有人需要送医治疗 后来网络盛传是警方在屯门大兴行动基地 测试催泪气体流出所致 虽然警方发声明澄清并没有在屯门使用催泪气体 或试用任何不明气体 但还是无法扫除市民疑虑 晚上八九点左右 数百位抗议群众聚集在基地 他们不断高喊要求警方解释事件 还有人朝基地丢鸡蛋 或用杂物堵住道路 后来防暴警察出来驱散 引发警民冲突 有示威者不断对警员大喊道歉交代等口号 而警方则是将防线退后至基地侧门铁闸位置 晚上十点左右 先是附近的中国银行玻璃被示威者破坏 接着一家被指示亲中企业旗下的冰店 龙门冰室也遭到波及 餐厅门口玻璃被打烂 还丢汽油弹引发店内起火燃烧 冲突期间 镇报警察一度举黑旗 并释放至少10枚催泪弹 造成周边住宅区烟雾弥漫 而在驱散行动中 警方制服多人 混乱局面持续到今天 清晨一点半左右才结束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将禁止接受联邦补贴的美国公司 购买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 进一步对这两家中国公司 在美国的业务进行限制 中央社报导致 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派一 今天将提案 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 采购向华为与中兴 这类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 派一在新闻稿中表示 或FCC基金补贴的 合格电信运营商 需从网络中删除 特定企业的现有设备与服务 FCC也会征求相关意见 以协助企业向更能受信任的 供应商采购设备 这项基金设立了宗旨 在扩大美国农村地区的电信服务 报导指派一在声明中提及 美国必须确保网络 不会损及国家安全 并强调经济安全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这项服务基金的总额高达 85亿美元 应该审慎思考 该基金会不会遭逢国家安全的威胁 华尔街日报报导指 美国很多小型农村运营商 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 FCC正在收集有关农村运营商将面临的合规成本 以及过去为了购买中兴或华为的设备 究竟支付了多少资金 官员表示此举与美中贸易战无关 主要考量在于中国公司可能被迫 为北京方面进行间谍活动 或在网络站方面提供支持 他一计划在该委员会11月19日召开的会议上 对这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FCC一位官员称 该禁令可能在30天内生效 不过若华为或中兴方面有对此提出异议 最长可能需要120天才能生效 目前中兴和华为方面都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没有发表回应意见 不过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分析指 此举可能严重影响美国农村地区的中小型电讯服务商 甚至得罪川普在农村地区的选民 农业地区一直是川普的选票票仓 如果小型电信营运商被禁止使用这类产品 川普阵营可能会引火自焚 不过根据中时电子报关于5G网络的安全性 川普已于本周一在一封信中表示 美国计划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美国会快速建构5G服务 并且反对那些利用5G技术扩大对人民的控制 以及引起各国失和的人 而美国也一直以国安为由向各国政府游说 对不要让中国华为技术参与5G网络建设 然而尽管美国政府大刀库服 整顿华为与中心在美国国内的业务 但盟国并未全力配合 据悉上个月挪威才刚表态不打算金融华为 另外英国可能也容许华为参与5G网络无争议的部分 而FCC主席派一早前也在今年3月就提出类似提案 要求禁止利用FCC基金采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企业设备与服务 只不过当时并未直接点名华为与中心 根据了解美国电信事业监管机构委员会有5人组成 成员包含民主党和共和党人 中国大规模打压宗教 近期更进一步严控宗教相关出版品 禁止教堂持有非官方版本的宗教读物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正把宗教变成国家宣传工具 美国之音引述长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 及人权状况的韩东杂志报道 在东山省有多家三自教堂遭到政府检查 非官方出版印刷的宗教书籍均被没收甚至烧毁 而辽宁沈阳一处教堂被查出韩国版本的圣经之后 更被处以相当于1400美元的罚款 报导提到湖北省重阳县政府发出公开信 指出要扫黄打飞 将黄色及非法出版刊物一举扫除 但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创办人刘怡牧师 告诉美国之音 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利用扫黄打飞打击教会 并以非法经营罪打击传道者的做法 更是变本加厉 根据了解中国政府自从2018年起 已禁止零售商在网络销售圣经 任何教堂也不得贩售圣歌吉等毒物 除非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准 此外上帝和圣经也被剔除在教科书的 外国文学作品之外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表示 中共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圣经版本 还声称有权决定 谁有资格成为国家的宗教领袖 目的就是想把基督教变成他的宣传工具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